印度尼西亚雅湾高铁投入运作两个多月,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万人次。 自开通以来的三个月里,作为利用率一直稳定在超过90%的高位,显示出了强劲的市场需求。 报道称,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的高管伊瓦·海伦尼萨时日在万龙表示, 这个假期,高铁已经运送了2万名乘客,与上周同期相比增长50%。 伊瓦·海伦尼萨表示,乘客激增始于2月7日,考虑到大部分车票已经售出, 我们决定增加运行次数,从原本的每天14趟增加至48趟。 他补充说,事实证明,对于那些寻求在雅加达和万龙之间顺畅旅行的人来说, 高铁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公共交通工具,尤其是在长假期间。 备受各界关注的雅湾高铁于2023年10月17日正式开通运营, 作为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, 雅湾高铁连接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和旅游名城万龙, 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,全要素,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。 这条全长142公里,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的高铁, 是印尼乃至东南亚的第一条高速铁路。 由中印尼两国合作建设, 由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, 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, 印尼铁路公司组成中印尼运委联合体负责运营维护。 雅湾高铁开通运营后, 雅加达至万龙间的旅行时间由三个多小时缩短至46分钟, 安全、绿色、高校、舒适的出行方式深受印尼民众欢迎。 中印尼运委联合体, 根据当地公共假期和客流情况, 及时调整优化列车运行图, 增开动车组列车, 有效提升高铁运输能力, 积极推广互联网售票服务, 提高线下窗口购票效率, 加强旅客乘降组织, 坐好与出租车、轻轨、 朴素铁路等交通方式衔接, 让旅客出行更加便捷。 哈利姆、帕达拉朗、德卡罗等站开设快餐店、 冷饮店和便民超市。 动车组列车提供冷饮餐吧、 咖啡小吃等多样化服务, 配置无障碍设施, 满足不同旅客需求。 目前, 雅湾高铁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数量, 已由开通初期的14列增至40列, 周末客流高峰期增至48列, 最高单日旅客发送量达21,537人次。 为确保雅湾高铁安全有序运营, 中印尼运为联合体,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, 充分运用中国高铁运为管理先进成熟经验, 密切配合高效协作。 他们针对印尼当地气候特点, 加强雨季行车安全管理, 采取既防加人防模式。 动态监测线路积水情况, 加大雨天线路检查和巡查力度, 高标准、高质量, 做好列车调度指挥, 客运服务组织, 设备检查养护, 安全风险防控等各项工作, 加强印尼方员工培训, 以施带图等方式帮助其熟悉设备设施和作业流程, 提升高铁运营管理能力。 27岁的土物工程毕业生嘉朗, 在接受中国培训师一对一的训练后, 成为中铁四局集团高铁项目部的质量控制工程师。 他说, 铁路沿线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印尼年轻技术人员, 他们从中国培训师和现场工作学到专业技能。 除了培养年轻人才, 高铁项目也优先聘用附近村民, 并为他们组织焊接、 插车、吊装等专项培训。 印尼工商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加里·巴尔迪受访时说, 中国先进的高铁技术搭配印尼乘务员有好热情的服务, 让雅万高铁在印尼成为颇具吸引力的公共交通方式。 加里·巴尔迪说, 雅万高铁为印尼带来先进的中国高铁技术, 加强了雅加达和万龙之间的联系, 在推动印尼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。 随着年末假期即将到来,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哈利姆车站越来越热闹, 很多人来这乘坐雅万高铁去西爪瓦省首府万龙度假或返乡。 截至12月24日, 作为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金字招牌, 雅万高铁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万人次。 30岁的阿纳斯塔夏赫·凯特林已多次乘坐雅万高铁, 高铁已成为我最爱的交通方式。 他说, 凯特林在雅加达工作, 但家人都住在万龙, 所以他每周末都回万龙。 自从高铁开通, 我就改坐高铁回家了, 速度非常快, 替我省下了大量耗在路上的时间。 而且与国内高铁类似, 出行前乘客可通过手机软件购买车票。 之后在自动取票机上输入身份证号码便可以取到车票。 从雅加达哈利姆站到万龙帕达拉朗站的二等座车票, 单程价格25万亿尼顿, 约合人民币110元。 雅万高铁是东南亚第一条高铁, 设有哈利姆、卡拉旺、帕达拉朗、德卡卢尔四座车站。 凯特林从哈利姆站上车半小时抵达帕达拉朗站, 然后乘坐摩托出租车10分钟左右到家门口, 比原来坐普苏列车或汽车节省至少两小时。 从10月17日正式开通运营以来, 雅万高铁的客流量就保持高位增长态势, 为沿线民众提供了便捷又舒适的出行体验。 省时省力的高铁特别适合我这种经常出差的人。 47岁的安迪·尤达·普拉赛蒂奥说, 他是物流公司高管, 时常需要去万龙开会。 这是我2023年最后一次去万龙出差。 每年这个时候公共交通总是很拥挤, 出行令人头疼。 但幸运的是, 坐高铁就不存在这种问题, 不仅运力有保障, 而且就算座位都坐满了, 车上也有足够空间让乘客们感到舒适。 普拉赛蒂奥说, 进入12月, 印尼公共假期较为集中, 负责运营雅万高铁的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, 根据车票预售情况, 及时调整优化列车运行图, 增开动车组列车, 开行列车对数有所增加, 进一步提升运输能力。 让印尼民众选择高铁的, 不仅是车厢内的舒适, 还有车站内外越来越贴近切实需求的改造升级工作, 包括加强旅客乘降组织、动态增加车站引导人员与出租车、轻轨、 朴速铁路等交通方式有序衔接增开快餐店, 冷饮店和便民超市等, 让旅客出行更加便捷。 23日一早, 29岁的祖尔菲卡尔·穆罕默德, 阿奇兹就带着家人在哈利姆站候车, 准备坐高铁去万龙度假。 早在公众免费试乘期间, 阿奇兹就体验过高铁, 这是他第二次乘车。 车站宽敞且干净, 看着像机场候机室, 现在已经入住了不少提供食品的商家, 还有店面在装修, 相信会越来越繁华。 阿奇兹说, 除方便快捷之外, 他选择乘坐高铁, 还因为可以参与促销活动。 自10月开始, 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, 推出了凭车票免费旅游的项目, 拿着高铁票, 就可以直接进入西爪哇省一些著名旅游景区。 帕达拉朗站有免费的接拨车服务, 我们下高铁后, 可以坐大巴直接去旅游景点。 阿奇兹说, 这高铁票买得太值了。 印尼工商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加里巴尔迪托希尔表示, 印尼民众乘坐高铁的热情非常高, 来自中国的先进高铁技术, 结合印尼友好的服务让雅万高铁充满吸引力。 高效可靠的高铁网络让中国城市间互联互通, 希望印尼向中国看齐, 以后也能有更多城市通高铁。 据报道, 1月31日,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与印尼通勤列车公司签署了一份重要的供货合同, 将为后者的通勤线提供三列崭新的电动车组。 这一决定再次彰显了印尼对中国列车的青睐与信任。 这次选择中国列车的主要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先进的技术, 更是因为其价格相对优惠。 这批新车采用了不锈钢车体, 时速最高可达120公里, 每列车12辆编组, 最大载客量达到3396人, 完美适应当地的轨据, 预计在2025年交付使用。 总的来说, 作为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的旗舰项目, 雅万高铁显著提升了印尼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, 满足了印尼民众的出行需求, 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, 给沿线城市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和经济效益。 印尼交通部部长布迪·卡里亚·苏玛迪表示, 雅万高铁的建设和运营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, 通过技术转让为印尼培养更多高级技术人才。 印尼与中国建设者携手合作, 为民众提供了美好的出行体验。 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德维亚纳·斯拉美·李亚迪表示, 雅万高铁是印尼和中国合作的杰出范例。 雅万高铁助力印尼迎来高铁时代, 承载着印尼民众对美好未来的期许, 铺就了中印尼两国的友谊之路、合作之路、共赢之路。 外媒对雅万高铁春节客运量激增的报道, 实质上也是在展现中国在国际交通领域的崛起。 随着高铁技术的不断完善, 中国高铁网络逐渐形成了强大的运输网络, 连接起国内的大城市, 也与国际上的铁路网实现了互联互通。 这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, 提供了有力支撑。 回顾过去, 展望未来, 高铁的发展前景真是无限光明。 在这个新时代的浪潮里, 我们期待更多的创新和突破, 为国家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,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和舒适。 希望雅加达万龙高铁越走越红火, 为我们的未来铺平一条光明大道。